10月17日有网友晒出德云社演员在北美看球赛的照片 照片中张九龄网九龙狼鹤岩在看球赛的同时还现场获得了球衣 不得不让人羡慕 同时也看得出来张九龄几人玩得非常开心 看到这一幕不少网友调侃 德云社的交友圈真是非常的神奇 除了同行遍地都是朋友 蓝网球迷大家好 我是张九龄 今天现场分模的比赛 非常漂亮非常精彩啊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谢谢大家 虽然没有同行的朋友 但德云社这十几年来用作品和带给观众的快乐 赢得了大家的支持 也赢得了许多粉丝们的追捧 凭借对舞台的用心和对观众的负责任的态度 德云社才能够有实力出国巡演 才能够在国外保持票房和上座率 看到张九龄几位玩得这么开心 也有不少网友心疼张赫伦 在别的师兄弟都出去玩的时候 他只能老老实实在酒店待着 真是太惨了 别人外出演出都是开开心心的 不知道张赫伦为什么会这么惨 天津相声大会演出把包丢了 德云社团宗挑了一下午的水 这次外出演出再次受伤 真不愧有着德云社惨图之称 到哪演出都这么惨 本来今天大会儿约着 一块儿去逛一逛美国纽约繁华的大都市 可是我一个人在这个酒店 空荡荡的房间里待了一天 演完出的时候上车 我一屁股就坐到了安全带的那个卡子上面 然后那个卡子就搁到了我的尾椎骨 疼得我熬了一下 就窜起来了 当时呢 只觉得很疼 然后呢 昨天晚上一宿都没睡到 现在我容易坐一胖子 仍然很疼 如今北美巡演已经接近了尾声 等达拉斯演出结束 郭老师估计就要带着徒弟们回国了 此次国外巡演 郭老师和一众徒弟们 备受当地华人的支持和追捧 每场演出都是满坑满谷的观众 在演出之余 演员们也玩得非常开心 欣赏当地的美景 体验当地的特色美食 希望他们回归之后 不断给大家带来精彩的展现 也希望德云团宗 在他们回国后 给尽快安排上 我们下期见